专业技术专业培训 大家好 我是点香百味秦老师 今天带来一道家常美味 下面请看我的操作 说是一道酒店高端菜品 其实呢 把它说成一道家常美味 一点不为过 因为这一类的食材 一般给人感觉比较高端 今天这一只甲鱼花了53 而且它的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买回来的甲鱼给它背朝黄土 四脚朝天 当它脖子伸出来时 趁它不注意的时候 一把抓住 然后用刀在它脖子上 轻轻的抹一下 你们都懂的 处理内脏的环节不宜展示 我们直接跳过 在肚子里面找到这几颗东西 可以断定 这是一只母的甲鱼 甲鱼肚子里面的黄油 特别的新 所以一定要认真的处理 把里面的油给它摘除干净 如视频中这样操作 然后用85度左右的开水给它烫皮 烫15秒钟左右就可以了 不能烫的时间太长 如果水温太高或者烫的时间太久 这个皮就不好撕掉 大家看一下 甲鱼的表面会有一层皮 一定要认真的给它撕除干净 如视频中这样操作 整个过程我讲的比较详细 如果你想在你丈母娘家 花最小的钱装最大的笔 我建议您把视频看完 甲鱼一定要反复的清洗干净 包括甲鱼脖子 可以用剪刀给它剪开来 把里面的喉管清洗干净 这里面是喉管 用剪刀给它剪开 然后反复的冲洗 清洗干净的甲鱼放到案板上 这一步给它进行分解改刀剁成块状 先把甲鱼的盖子取下来 然后把甲鱼的脖子给它剁下来 剁成两块 这个龟头就不要了 甲鱼的指甲也要给它修剪一下 把甲鱼剁成大小均匀的块状 为了不浪费大家时间 我们这一步直接快劲跳过 建议剁得大一点 吃则才过瘾 甲鱼的盖子也给它剁成块状 然后放入锅中给它进行焯水 一定要冷水下锅 加入适量的米酒去腥 烧开以后煮一分钟左右 然后捞出用流动水 给它进行反复的冲洗 准备适量生姜 葱一个八角 一个白子 一个豆蔻 再来点青红辣椒 多一点蒜子 20块钱 买了差不多一斤鸡腰 这两种食材加起来73 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这一步开始正式上火烹饪 其后热锅加入适量的植物油 晃动锅子 让油给它润满锅壁 紧接着加入少许青花椒 用最小火给它炸出糊香味 然后用一个肉勺给它捞出来 不要 只要里面的油 紧接着下入准备好的生姜 给它炸出香味 下入半勺辣妹子 炒出红油炒出香味 下入八角豆蔻白子 然后下入葱 同样是用小火给它煸炒出香味 然后下入超过水的甲鱼 转大火给它翻炒出香味 油饰品中这样操作 紧接着加入半瓶 昨天小助理喝剩下的啤酒 啤酒有很好的去腥解腻的作用 用大火给它煸炒出香味 随后加入长姜水 水的用量略微多一点点 才能经得起20分钟的长时间炖煮 烧开以后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盐增加底味 再加入一点点白糖 中和味道 加入少许香醋 去腥蒸香解腻 再加入适量的生抽酱油 提味增鲜 增加底味 胡椒粉可以多放一点 达到去腥蒸香的作用 然后加盖 用中火先炖10分钟左右 好 已经炖煮了10分钟 我们把准备好的鸡凹子放入锅中 再加入稍微多一点点蒜子 再来点老抽酱油 增加红亮的颜色 看起来更加有食欲 可以加入一点点蚝油 同样是提味增鲜 增加菜品的浓郁度 翻拌均匀以后 继续炖煮10分钟左右 把鸡腰子给它炖熟 好 这时候的鸡腰和甲鱼已经熟透 而且非常的入味 用筷子挑去里面的生姜葱 下入准备好的青红辣椒 增加一点清香味和辣度 再加入一点点鸡精 增鲜 当然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加 转大火把汤汁收浓稠 让它更好的挂味 再加入适量的芝麻油 增加菜品的香味和油亮度 大火翻炒均匀 出锅 装盘 一道非常高端美味 而且易操作的菜品到这边 全部制作完成 鸡腰炖甲鱼 两种食材 一共花了73啊 这样一道大菜 拿到你丈母娘家 一定要你花最少的钱 做出最好的美味 装最大的逼 精彩短暂 创作不易 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了 觉得我的做法和耐心讲解 您还算满意的话 请给我加个关注 点个赞 或者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感谢您在百忙中观看我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